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科文二的单词 第一个是revelar 书上说的冲洗那个意思 我就不多说了 今天给大家补充一个意思 书上没有的 它是揭露 然后泄露 或者是透露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可以revelar una cospiración cospiración是一个阴谋 然后呢 它还可以是什么 表明反应或者显露暴露的一个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 ese comportamiento ha revelado su actitud 它的这个表现 它的这个行为呢 反映了它的态度 反映了它的态度 ok 第二句子 se reveló como un gran organizador se reveló 它表现出来自己 它表明自己显露自己 是吧 它显示了自己 作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组织者 这是旨意 对不对 那我们意义的话 就可以把它反映成 它显示出了自己 有这个组织的才能 它这个非常有组织才能 有卓越的组织才能 ok 这个是rebellar 然后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第二个 下一个词 叫做dilar dilar 首先它第一个意思 就是头扔 抛 反正就是这个动作 dilar 我们可以dilar la havarina 扔标枪 dilar el disco 扔铁饼 是吧 这个是咱们这个 两个体育运动 都是扔 然后呢 来一个句子吧 los manifestantes tiraron piedras a los policías 这些个 游行示威的人 扔石头 向警察 游行人群 向 这个什么 向警察扔石头 第二个 se prohibe tirar papeles al suelo se prohibe 这种禁止 什么什么 它经常会出现 这个在西班牙的这个标词 标语里面 它这个直接就是一个 无人称的 无人称的 禁止扔纸 往地上 禁止随地乱扔纸穴 是不是 ok 第二个意思呢 是这个丢弃 或者是扔掉的意思 estos zapatos estang ya para tirarlos 这些个 鞋子 已经是 esta bara bara 将要 怎么怎么样 是吧 这种剧情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见过 比如说 está para iover 就快下雨了 está para empezar 就快开始了 está para dilarlos 这些鞋就是准备好扔的了 就该扔了 这个是 dilar的意思 下一个呢 是一个词组 这个词组叫做 hacer gaso hacer gaso ok 下一个词组呢 是这个 hacer gaso hacer gaso呢 它这个 我们可以是hacer gaso a 什么 或者是hacer gaso de 什么什么 它的意思呢 是注重 重视 或者就是直接翻译成理财 ahs gaso deme opinion ahs gaso ahs 哎呀好熟悉啊 又熟悉又不太能够记得了 是不是hacer的命令是 啊 你要重视我的意见 你要听听我的意见 啊 你不能不理睬我的意见 ah ok bique le hacían mucho gaso 啊 我看到 我发现 人们无人称 是吧 复述第三人称 直接是无人称 人们 很重视 他 人们很重视他 人们很气重他 ah ok 这是hacer gaso ok啊 下一个词呢 叫subonner 中语 我们学到这个subonner 这个重点的动词 subonner呢 第一个意思 就是设想 它就等于 在这里面 它就等于grer 啊 或者是 啊 pensar 啊 就等于这样子 supuse que entonces te habías enterado de todo 啊 我猜 那个时候 你已经 我猜你已经 entellarse entellarse de 某事儿 啊 已经知道了 得知了 什么什么 好 那我猜 你已经知道了 一切 是吧 又是todo 单独出现 不加s 代表所有事儿 啊 ok 所以他的第二个意思 啊 第二个意思很重要 是意味着 在这里面等于significar 啊 significar 我们来看 啊 su nuevo destino supone el traslado de toda la familia a hernan 啊 他的这个 新的工作地点 啊 他的这个新的工作调动呢 意味着搬家 全家的搬家 搬到 河南 啊 他的这个新工作呢 意味着 哎 他们全家都要 搬到河南 啊 ok 好 这个是 suponer 下一个 是一个词组 叫 desesperarse 我们来看一下 desesperarse 他的这个意思 是失望啊 或者是绝望的意思 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 在这里面给大家补充两个吧 两个形容词 一个叫做 desesperado 啊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desesperante 啊 在这里面我们看着啊 desesperado 他是 啊 desesperado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 啊 过去分词 就是 你是使 失望了的 你是使 绝望了的 所以你是绝望的 失望的 啊 desesperante 这是一个 和这个过去分词 啊 对应的 这个我们刚才叫 现在分词 它是表示 主动的 主动的 就是 使人绝望的 令人绝望的 啊 ok 好的 我们来看下这个 这个词吧 啊 我看下这个词吧 我看下这个词吧 是唯一的一个 哎 救赎 唯一的一个借口 啊 生命中的 是吧 这个是旨意哈 这是旨意 那我们把它意义嘛 看着像是一个名言 我们把它翻得好一点的话 啊 那就是什么 哎 就是 就算有一千个 绝望的理由 我们也要保持微笑 因为 我们必须 我们你必须前行 因为微笑是我们生命中 唯一的救赎 啊 ok 这是 desesperado ok 最后一个词 叫做navegar navegar呢 它原本呢 其实就是 航海的意思 后来这个 后来有了这个网络 我们就用了这个词 来表示上网 上网 ok 第一个 Le gusta navegar por internet 他喜欢上网 是吧 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句 咱们看第二个 Intenta navegar solo por el mar 他试图他打算航海 一人航海 在这里面 navegar 这个solo 他是做一个双重补语 既形容发出这个动作的人 也是形容这个动作 在海上航行 他打算独自航海 ok 好的 那这样我们第六课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